在上星期一個位於阿拉斯加外海確淺的轉遊船失控飄浮後 有關方面已成功恢復控制並拖往港口 屬於王家遣殼公司的轉遊船傅魯克號 在經歷十二小時的航程後 已在當地時間星期一下週抵達基留達灣 傅魯克號在元旦當日因為拖船遇上風暴 被迫割斷藍繩以求自救 因此在石特卡利達克島外漂流 這艘轉遊船原本要拖到華盛頓州的西雅圖港口修理 有關方面出動超過600人打撓這艘轉遊船 並且拖到基留達灣的設施進行檢查 兩次都會見 蘇智玫瑪 , 雖音宣 作詞, 雖音宣